今天晚上我要谈靠恩典得救这个词,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在圣经里头,恩典这个词在新约圣经出现不到二十次, 可以说是不太显眼, 但是在基督徒的想法中却很重要, 根据新约圣经,这是圣经的用词, 是跟上帝有关的词, 是用来形容上帝的词。 新约圣经里面说,天父是恩典的父, 连圣灵也被称作恩典的灵, 但是三位一体神当中最常被称作恩典的是主耶稣基督, 他是三位一体神中的第二位,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这是基督徒崇拜聚会中最后常常会有的助导词。 但是我首先要告诉大家, 没有恩典这种东西, 恩典的本身并不存在, 恩典只存在人里面, 恩典不是单独存在的东西, 它不是一样东西。 当我们唱到恩典这个词, 唱到这首很有名的诗歌《奇异恩典》的时候, 这恩典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东西, 但是罪恶也不是独立存在的东西。 没有罪恶这种东西, 只有从魔鬼来的恶者, 罪恶本身并不是单独存在的东西, 甚至连良善也是不存在的东西。 在好人身上有良善, 但是良善本身并不是一样东西, 不能够包起来带走, 良善只存在人里面。 但是恩典是上帝很宝贵的特质, 恩典的父, 恩典的子, 恩典的灵。 恩典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个词最常用在耶稣的身上, 圣经提到恩典的经文, 有三分之一在讲主耶稣的恩典, 而且大多是保罗讲的。 保罗比其他门徒更常想到主耶稣的恩典, 这可能跟他的背景有关。 保罗曾经抵挡教会, 他曾经以抵挡基督徒为使命, 他甚至离开自己的国家, 去别的国家逮捕基督徒下狱。 后来上帝遇见他, 对他说我要你来侍奉我, 他简直不敢相信。 上帝会这么说, 他曾经是基督教会的敌人, 如今却是基督教会最伟大的宣教士。 因此保罗开口闭口都在讲恩典。 那么恩典到底是什么意思? 保罗说, 我近日成了何等人, 是蒙上帝的恩才成的。 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 这都是靠上帝的恩典。 来看看恩典这个词。 恩典这个词的希腊原文是 charis, c-h-a-r-i-s。 从这个字衍生出 灵恩,charismatic, 和恩赐,charisma这两个字。 慈善charity这个字, 也是从这希腊字根来的。 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字的含义。 所以恩典的第一个特性就是慷慨大方。 就是付出。 当然也是领受, 但是这个字有很慷慨的含义, 意思是帮别人一个忙, 给别人一个礼物, 出于对方意料之外。 恩典的意思也很接近礼物。 所以, 圣灵的恩赐才会叫做charisma。 种种属灵恩赐都是上帝赐给人的礼物。 上帝是慷慨的, 他乐于给人。 上帝是慷慨乐于给人的, 所以我们必须效法他的慷慨。 敬虔的人都是慷慨的, 总是会为别人付出, 就像上帝一样。 恩典的礼物都不是靠自己得来的, 都不是你能争取来的, 都不是你配得的, 不是因为表现才得到, 不是因为努力才得到。 所以, 圣经上常常会拿恩典和行为两相对照。 我们得救是靠着恩典, 不是靠着行为。 这是很重要的对比。 我们是靠上帝的作为得救, 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得救。 我们不能赢得救赎, 不能靠行为得到救赎。 这带出恩典的第二层含义。 恩典不只是慷慨, 还是不配得到的慷慨。 其实还要更进一步, 上帝慷慨给予的那些对象, 不但自己无法赢得这份礼物, 还做了恶事, 完全没有资格得到这个礼物, 他们根本是抵挡上帝。 恩典含有这层意思。 恩典是要给上帝的仇敌, 是要给悖逆上帝的人, 不只是不配得到的人, 还是应当得到相反待遇的人, 上帝却还是给了他们, 这就是恩典。 所以恩典不只是帮助有需要的人, 而且对象是态度恶劣的人, 不知感恩的人, 还有根本不配的人。 最后, 恩典含有主动的含义, 有先拿出行动去做的含义, 不是等在那里, 而是主动去做, 各位了解吗? 我们靠着恩典得救, 因为上帝主动来救赎我们, 他先踏出第一步。 在我呼求他之前, 他就先呼召我, 在我爱他之前, 他就先爱我, 他主动先做, 是他先采取行动, 愿意跟我们建立关系, 他主动做了。 各位, 这些全是恩典的含义。 恩典这个词, 我解释得够多了, 我现在要解释这句话, 靠恩典得救。 因为我们必须明白, 得救是什么意思, 才能够真正明白, 恩典是什么意思。 得救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要知道自己, 到底从哪里被救出来。 我们靠着恩典, 从什么事上得救呢? 首先, 我要指出一点, 有太多基督徒以为, 耶稣施恩救我们脱离地狱。 这是误解。 各位, 耶稣并不是来救我们脱离地狱。 这是顺便带来的好处, 但不是耶稣主要的目的。 耶稣是来救我们脱离重罪, 所有的罪, 大大小小所有的罪。 这是耶稣来的目的。 所以, 所以我不能说自己已经得救。 听到别人说自己已经得救, 总是让我很担心, 比如, 他们会说我在二十年前得救, 你是说, 你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没有犯过罪吗? 你是说你很完美吗? 你是说耶稣已经救你脱离所有的罪, 脱离所有罪恶的态度, 罪恶的思想, 罪恶的感觉和罪恶的行动吗? 说我已经得救, 就等于是说我是完美的人。 我还没有准备好这么说, 没有。 我期待有一天我可以说我得救了。 但是那一天还没有到。 我比较喜欢说我正走在得救的路上, 我正走在救赎的道路上。 我的好友杰克海弗德牧师的教会, 叫做道上教会。 我觉得这个名字取得真好。 教会尚未抵达目的地, 尚未全备, 尚未完全。 我顺便讲一下, 你如果找到了完美的教会, 千万不要加入。 你一加入就不完美了。 教会是走在得救的道路上, 新约圣经给基督徒信仰的第一个名称是道, 表示这是一条路, 一段旅程, 不是马上可以走完, 必须要花一辈子, 才能够走完这条救赎的道路。 所以我不会告诉你我已经得救, 我会告诉你我正走在道上, 正走在得救的路上。 有一天等这个过程走完, 我就可以大声地喊说, 我得救了。 如果我持续忠心信靠主耶稣到底, 我就会得救。 救赎可以让你变成完美的人。 新约圣经清楚谈到这一点, 所以得救这个词, 在新约圣经中有三个磁态, 过去是, 现在是, 还有未来是, 已经得救, 正在得救, 将会得救, 这是一个过程, 而不是一个单一的动作。 靠恩典得救, 不是瞬间发生的事, 而是要用一辈子来完成。 我们正走在得救的路上, 而这三个磁态, 在新约圣经中, 最常用的竟然是未来事。 我们所期待的救赎。 你期待得救的那一天吗? 还是你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点? 保罗对基督徒说, 我们得救, 现今比出信的时候更近了。 你听过牧师讲道的时候引用这句话吗? 我们现在比出信的时候更接近得救。 我发现基督徒大多以为一相信就得救了。 你听过吗? 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比出信的时候更接近得救。 我每天早上刮胡子的时候, 会对镜中的自己说, 上帝在你身上还没有完工。 他仍在你身上动工。 他会持续动工, 直到他完成在我心里开始的善工, 那才算得救。 所以我不会问你。 但是假如我问你, 你得救了吗? 我希望不会有人举手。 只有自认为完美的人, 认为自己已经从一切罪中得救的人才举手。 各位, 这是主耶稣关心的事。 因为他拯救你, 是为了预备你去住在他即将创造的新宇宙中。 如果他不把你变成完美的人, 你就会破坏新的宇宙。 如果你以现在的样子进入天上, 天上会被你破坏吗? 可能会。 但是上帝在你身上还没有完工。 当我们说, 我靠着恩典得救, 这只是在讲过程, 实际上还没有完工。 但将来有一天, 靠着上帝的恩典, 我们必要得救。 当我们问, 我们是从哪里被拯救出来? 我们什么时候得救? 大家的回答都不一样。 但是圣经说, 我们是从自己一切的罪中被拯救出来。 那几时得救呢? 等我们完全的时候。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我们就有希望成为完全的人。 约翰说, 我们必要像他, 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 我们看见主, 好像从镜子里头反照, 我们在反映主的形象。 当大家都走了, 只剩下我们在仰望耶稣。 我们应该要像他, 那才算得救。 所以, 请不要说, 你二十年前在格里汉的布道会中得救。 也不要说, 上个主日有七个人得救。 要说, 我二十年前在格里汉的布道会中展开得救的过程, 上个主日有七个人展开得救的过程, 多年来我都是这样教导的。 所以, 有些人会改口说, 他何时展开得救的过程。 我会称赞他这样讲, 符合新约圣经的用词。 彼得谈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这救恩在等待我们。 你若以为得救只是过去事, 那么就会错过最精彩的部分。 我期待得救的那一刻, 我希望你们也是一样。 各位, 因为这是新约圣经的盼望。 再来我们要谈谁会得救, 怎么得救。 很多争议就在这里, 基督徒对于人怎么得救, 谁拯救我们, 意见非常非常的分歧。 一个极端的看法是, 得救完全在于上帝, 别人完全使不上力。 也就是说, 从头到尾, 都是上帝在做工, 救赎完全是上帝的工作。 另一个极端则是说, 得救完全在于我们自己。 我的看法在两者之间, 两者都有。 我认为是上帝和我们合力完成。 如果我们不配合, 就无法得救。 因为礼物需要被收下。 各位, 恩典的意思不只是礼物, 也表示用感恩的心领受。 几乎就是献上感谢的意思。 领圣餐其实就是一个感恩的时刻。 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 感谢主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所以圣餐常被称作 The Eucharist。 这个字也来自 Karis这个希腊字, 意思是谢谢。 Eucharist是希腊文, 意思是感谢。 所以这个字的意思既是礼物, 又是感恩的领受。 除非你收下礼物好好使用, 否则这个礼物就毫无用处。 对于得救有三大不同的看法, 每个看法都跟某个人的某段历史有关联。 认为得救完全在于上帝的人跟加尔文这个名字有关联。 但是其实加尔文主义跟加尔文本人的信念大不相同。 下一个名字是奥古斯丁。 和他有关联的看法是, 得救从头到尾都是上帝在做工。 奥古斯丁反对英国基督徒伯拉丘的看法。 伯拉丘认为, 得救完全在于自己, 是我们拯救了自己。 当然, 彼得在五旬节那天对听众说, 你们要救自己脱离邪恶的世代, 弯曲的世代。 还有一种看法, 是介于这两者之间。 有一个名叫赫门孙的荷兰人, 他读大学的时候给自己取了一个拉丁名字, 叫做亚米涅。 他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 各位, 我来描述一下三种情景。 想象海水掌潮冲过蹄岸。 当时有人站在蹄岸上, 有人在海中游泳, 可是强而有力的潮水, 一下子就把许多人卷进海中。 各位, 想象一下, 有两个溺水的人飘过蹄岸, 这两个人都溺死了。 蹄岸上有一个人, 他跳下水去救了其中的一个, 他把那个人拖上岸急救, 用力地挤压他的胸腔, 清出了他肺部的水, 最后把那个人给救活了。 这是加尔文主义的看法。 溺水的人已经死了, 他不能救自己, 完全无能为力, 他能够活过来, 完全是因为有人把他救活。 到这里你们听得懂吗? 我刚刚说的第一种情景是, 这个人快要溺死, 或者应该说已经溺死。 再来是第二种情景, 有两个人在水中挣扎, 他们不断求救, 喊着说我们快溺水了。 提案上有个人对他们说, 你再努力一点就可以救自己, 往海岸这里游, 用力游, 用力, 用力, 加油, 加油。 这是伯拉丘的看法。 他把得救的责任全放在快溺水的人身上, 他说你必须努力才能够救自己, 只要努力你就能够得救。 我的看法介于这两者之间, 我看到的情景是, 有个人在水中挣扎, 他还活着, 他在海中快要溺水, 但提案上那个人丢了一条绳子给他, 绳子尾端有一条救生锁, 他对那个人说, 快抓住, 我拉你上岸。 这是第三种情景, 是雅米涅的看法, 希望我的说明够简单, 你们能够听懂。 第三种情景需要人的配合, 需要人去抓住救生锁, 但是被拉上岸的人, 绝不会说我救了自己, 他会说丢绳子给我的那个人救了我, 但是也是因为他自己抓住绳子, 才会得救。 我相信这是圣经的立场。 上帝丢给我们耶稣这条救生锁, 对我们说, 抓住绳子, 我拉你上岸。 我相信我被拉上岸, 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因为圣经说, 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 借着信心。 不是靠着信心, 而是借着信心。 这部分是你做的, 你紧紧抓住了福音的盼望。 今天的基督徒在这方面的看法, 大大分歧。 各位, 这种情况, 其实由来已久。 认为得救完全在于上帝的人, 根据这个逻辑下了结论说, 这表示是上帝决定谁可以得救。 是上帝使人重生, 因为是他选择要拯救谁, 而重生会带来悔改和信心。 但是这一切都是上帝的作为, 是上帝让人悔改, 是上帝让人相信。 我们什么也不用做, 唯独靠恩典得救。 雅米念相信, 凡相信的人必要得救, 这也是我所相信的。 我相信这是新约圣经的教导, 凡认罪悔改并且相信的人, 会被福音拉上岸。 我不相信是上帝在决定谁会得救。 如果是上帝在决定, 我必须问上帝, 你为什么不救每一个人? 如果这完全由你决定, 完全由你来做,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没有得救? 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这表示上帝不爱每一个人。 这表示上帝不爱全世界的人, 他只爱他拣选的人。 这我不能接受。 保罗写信给提摩泰, 清楚地说, 上帝愿人人都得救。 得救若完全在于上帝, 为什么不是人人都得救呢? 你可以看出这个问题吗? 我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我相信上帝爱每一个人, 每个人都能被上帝拯救, 只要他们悔改并且相信。 只要他们抓住救生所, 上帝必把他们拖上岸。 但并不是人人都愿意, 大多数人不会把握这个机会。 你去传福音, 也许只有几个人回应, 那不是上帝的错, 是我们的错, 是他们的错。 没有得救的人绝不能够怪上帝不救他们。 他们必须怪自己不回应上帝。 但是有些基督徒没有想通, 认为这完全是上帝的错。 他们会问, 圣经既然说上帝愿人人都得救, 为什么上帝不救每个人? 救赎不是完全在于他们? 所以他们才会讲一些奇怪的话, 说上帝的智慧无法测舵。 换句话说, 他们没有答案。 他们说, 上帝知道他为什么只拣选某些人, 我们人无法理解。 从人的角度来看, 我认为这是把救赎变成像是买彩券。 各位, 那我又何必向你们传讲福音呢? 如果上帝已经决定在座谁会得救, 谁不会。 如果你只是一个傀儡木偶, 那我从明天开始就不要讲道了。 我讲道是为了要大家回应, 借着信心回应上帝的恩典, 领受为他们预备好的救赎。 所以我清楚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各位, 我也不相信柏拉丘的看法。 这个英国人柏拉丘是一个修士。 他之所以会有这种看法, 是因为他去了罗马, 看见罗马的基督徒生活标准低落, 生活淫乱。 于是他认为问题出在他们不够努力, 认为他们必须为这个情况负全部的责任。 于是他开始教导说, 人必须为自己的得救负责。 我不相信这种看法。 我也不相信加尔文主义的看法, 说一切由上帝决定, 说上帝会决定谁能得救, 说一切都在于上帝。 但是我赞同雅米念的看法。 今天对恩典有一种新的看法, 在世界各地快速地流行起来, 叫做白白的恩典。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不可抗拒的恩典, 说恩典并非不配的恩惠, 而是不可抗拒的力量。 白白的恩典则是另一个极端, 美国有很多传道人教导这个。 我前几天看到了一本书, 书名叫做《免费》。 这本书在讲白白的恩典。 我不会告诉你们这本书的作者是谁, 但是这个教导是从新加坡开始, 传遍了亚洲和非洲白白的恩典。 没错,恩典是白白给我们的。 你不必做功德, 不必去赚取, 不必付出什么去得到, 这恩典是白白给的。 但是这并不表示你什么都不用做, 就能领受这恩典。 问题就出在这里。 有一些基督徒很怕行为这个词, 我已经说过, 新约圣经常常提到, 我们得救是靠着恩典, 不是靠着行为。 我们得救是为了要有好行为, 但不是因为有好行为才得救。 我们是靠上帝白白的恩典得救。 那么教导白白的恩典有什么不对? 问题出在对行为的恐惧。 以为我们在得救这件事上, 什么都不能做。 什么都不能做。 只能够做一件事, 就是相信。 他们有圣经的根据, 这点我们等一下再来看。 这种观念把恩典看得太廉价。 但是恩典并不廉价, 而是要付大代价, 是耶稣牺牲一切才有的。 有人说恩典这个英文字, G-R-A-C-E, 是代表基督付上代价, 让我们得到上帝的丰富。 听起来不错, 但不是恩典最重要的含义。 我相信礼物必须领受才有意义, 不能够只是上帝拿出礼物, 还需要我伸手去领受。 有一次我在教会讲到想特别强调这一点, 为了让大家有深刻的体会, 我在讲台上放了一大条巧克力棒。 我告诉所有在场的会众说, 这条巧克力棒是要给第一个上来拿的人。 结果奇了, 竟然没有人来拿。 我想他们大概是不好意思来拿。 后来终于有个大约十岁的男孩跑上来了。 我把巧克力棒拿给他, 他马上拆开一面吃一面回到座位上。 我说, 那条巧克力棒要免费送人, 但是在座只有一个人上来拿, 而且现在吃得很高兴。 我是这样看恩典的。 那男孩不是靠表现赢得巧克力, 他不必靠表现, 那巧克力棒是免费的, 但是他需要先做一件事才能得到巧克力棒, 了解吗? 有些人认为, 我们什么都不用做, 就能够得到恩典。 这不符合圣经的教导。 礼物要收下才有意义。 所以我才说, 有很多人没有靠恩典得救, 这不是上帝的选择, 而是我们的选择。 那天早上, 那个小男孩能够得到巧克力棒, 是因为他跑上台去拿。 我很高兴, 我很佩服那个小男孩。 我相信很多大人也爱吃巧克力, 但是没有一个大人上来拿。 所以才会有很多人不能得救, 因为他们没有去领受。 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才配得到救赎物。 这是白白给人的礼物, 但人若不领受这白白的礼物就没有用处。 我们要做的就是悔改和相信。 这是行动, 不是感觉。 各位明白吗? 不是内心的感受, 而是真实的行动。 这正是雅各书二章这句话的意思。 这里他说, 他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 不能使人得救。 如果信心没有行动, 什么事也不会发生。 出于信心的行动, 就像是抓住救生所, 信心让你去抓住。 但是信心不能拯救人, 是恩典借着信心拯救人。 圣经说恩典和信心之间是这样的关系, 我们确实要做一件事才能够得救。 但是我们不是因为这个行为才得救, 而是因为对恩典的回应才得救。 领受恩典的礼物。 有些人说, 白白的恩典是指什么都不用做。 如果做了什么, 就算是行为, 这样就不对。 但是, 不靠行为得救不表示什么都不用做。 人的确不能够靠着自己的好行为得救。 这是圣经对行为的定义。 至于雅各书说, 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 雅各书给的两个例子指的是行动, 一个是坏女人, 一个是好男人。 坏女人就是妓女喇合。 他将信心付诸行动。 把以色列派到耶利哥的探子藏起来。 这两个探子在开战前先来探查这城。 拉荷将信心付诸行动。 以色列人进宫的时候, 他在窗前系了一条红绳, 这样以色列人就不会攻击他的房子。 他将信心付诸行动, 结果因着信心成了主耶稣基督的祖先。 是不是很感人呢? 一个妓女竟然成了耶稣的祖先。 马太福音在耶稣的祖谱中提到拉荷的名字。 以色列军队进宫的时候, 拉荷的信心让他得救。 另外一个例子是好男人亚伯拉罕。 他将信心付诸行动, 上帝叫他把儿子献给他。 那可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子。 要知道, 他的儿子当时已经长大成人了。 有个银雕像现在摆在我的书桌上, 我常常看着这个银雕像, 看见亚伯拉罕正要杀以撒。 雅各说, 这是出于信心的行动。 这是他的独生子, 是上帝应许要给他的, 这是他未来的盼望。 现在上帝却对亚伯拉罕说, 把他献给我。 于是亚伯拉罕献上以撒来表明他的信心。 上帝说, 我不要你献以撒, 我会为你预备祭物。 亚伯拉罕抬头一看, 看见有只公羊的脚被荆棘给缠住, 头被荆棘缠住了。 亚伯拉罕献上那公羊为祭, 保住了他的儿子。 这情景真是不可思议, 因为耶稣后来正是死在摩利亚山上, 头被荆棘缠住, 他是上帝的羔羊。 非常有意义, 整个故事再度活生生地呈现在我面前, 真是强有力的预表, 可以看见耶稣自己。 各位, 在这里, 雅各要说的是, 妓女喇合跟所有信徒之父亚伯拉罕, 都把信心付诸行动。 这一点很重要, 要知道口里说相信, 跟拿出行动表明相信, 是不一样的层次。 有一次, 我在德国的一个大城市, 在一栋很现代的教会建筑里, 传讲信心的主题。 我问他们, 在座有多少人相信我是存在的? 今天晚上我也来考考你们, 在座有多少人相信我是存在的? 有些人显然不相信我是存在的。 我不能够强迫你相信。 也许我应该问, 在座有多少人拒绝在聚会中举手。 再来, 我要问的是, 在座有多少人完全相信我? 这是不同的问题, 你们可以回答吗? 没有很多人, 只有几个。 我不知道举手的人是不是真的完全相信我, 除非你用行动来证明你完全相信我。 我在德国的那间教会问了这两个问题, 前排一位打扮入室的女士举手说, 她完全相信我。 我说, 这位女士,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完全相信我, 你必须用行动来证明。 如果你把所有的钱交给我管理, 我就会知道你完全相信我。 这个时候全场安静下来, 没有一点声音。 会后, 我问教会牧师说, 那位女士是谁? 她说, 是那个城市最有钱的女人。 她的丈夫是房地产大户, 死了以后把财产都留给她, 而我竟然对她说, 让我帮你管钱。 我就知道你完全相信我, 除非你用行动来证明你完全相信耶稣, 否则她怎么知道你完全相信。 雅各说, 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 你一旦用行动来证明你信心, 信靠耶稣。 那才是信心, 能救赎的信心。 各位, 悔改也是一样。 悔改并非口头上的道歉, 而是用行动表示抱歉。 所以, 大家来到施洗约翰那里受洗的时候, 他才会说, 你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 让我看见。 他们问, 这是什么意思啊? 他说, 如果你的衣服太多, 就送一些给没有衣服穿的人。 如果你欺负人, 就不要再欺负人。 他列举一些很实际的事, 让人可以表明悔改。 保罗当年讲道的时候, 讲道悔改这件事, 他说, 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 谁知道接下来那句, 他说了什么? 他说, 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 所以我做了什么? 所以, 我向外邦人传讲悔改, 劝他们归向上帝, 行事与悔改的心相衬。 多年前, 有一个年轻人, 骑着重型机车来找我, 他人还没到, 我就听见重型机车的声音, 他站在我家门口, 一身黑皮衣, 衣服上有很多铜扣, 全身酷酷的装扮。 我问他, 有什么事吗? 他说, 我想跟你谈谈, 我说好啊, 请进。 他在我们家的沙发上坐下来, 铜扣留下来的压痕, 到今天都还在。 我问他, 你想谈什么? 他说, 我想受洗。 我问他, 你知道我们怎么施洗吗? 我知道, 就是把人扔进水中。 我看过。 我问他, 你想被扔进水中吗? 对啊。 我又问他, 你知不知道悔改是什么意思? 他说, 我没有听过这个词。 我说, 听好。 我要你回家去, 问耶稣一个问题。 你问耶稣, 我人生中, 有没有什么事是你不喜欢的? 把那件事改掉以后, 再回来见我。 于是他骑着重机走了。 于是他骑着重机走了, 三个礼拜后, 我又听见重机的声音, 砰砰砰, 我知道是他回来了, 他又站在我家门口。 我问他, 你现在要做什么? 他说, 你看。 我说, 看, 看什么? 他说, 你看, 我不再要指甲了。 我说, 好, 我会帮你施洗。 因为他拿出悔改的行为。 各位, 他比你们受洗的时候还要认真, 但是这证明他对耶稣是认真的。 耶稣不喜欢他咬指甲, 他就改掉。 哈利路亚, 这是悔改的行为, 出于信心的行为, 不能为我们赢得救赎, 却是领受救赎时必须做到的。 了解吗? 有些传道人说, 恩典是白白得来的, 你只需要相信就行了。 这是内心的事, 跟行动没有关系。 不需要悔改就能够得救。 如今, 这种教导已经从新加坡传到了美国这里。 不必悔改。 不必悔改就能得救, 不必拿出什么信心的行动, 只要心里头相信, 这就够了。 而且, 他们还教导说, 不但你过去的罪被赦免, 未来的罪也会一并得着赦免。 换句话说, 你什么都不必做, 就可以得救。 我认为这是很危险的教导, 非常危险。 不必悔改就能得救, 只要相信就够了。 他们的根据是什么呢? 他们把新约圣经的教导分成两类, 这两类是什么呢? 一类叫救赎, 另外一类叫门徒训练。 新约圣经劝我们要做的事, 都归在门徒训练这一类。 至于救赎, 人什么都不必做。 只要心里相信就够了, 你只需要心里相信, 其他什么都不用做。 新约圣经里, 常见的坐字都被归为门徒训练, 跟得救没有关系。 他们把救赎和门徒训练分开, 好像跟随耶稣与得救无关一样。 各位懂我的意思吗? 他们把新约圣经里劝我们靠恩典去做的事都归在门徒训练这一类。 他们这样分类是根据两处新约圣经经文, 一处在《使徒行传》十六章。 在这里, 腓立比的狱卒问保罗, 我应当怎么做才能得救? 保罗说, 当信主耶稣就必得救。 有些人就单用这节经文来定义得救, 认为只要这样做就能得救。 他们似乎忘记了保罗接着告诉他要受洗。 但这是属于要做的事, 与得救没有关系啊。 换句话说, 他们认定只要是需要去做的事, 就跟得救没有关系。 所以, 悔改也和得救没有关系。 出于信心的行动, 也和得救没有关系。 想要得救到天上, 只要内心相信就够了, 不需要悔改。 悔改是属于门徒训练这一类。 他们把这两件事分开, 但是在新约圣经里这两者密不可分。 在新约圣经中, 得救和门徒训练 几乎是可以互换。 他们还根据另外一点, 认为不必悔改就能得救。 他们错解了约翰福音的信息。 约翰福音从来没有提到悔改, 你注意到了吗? 约翰福音里提到信心和相信, 但是没有提到悔改。 但是他们说, 约翰福音的写作目的 是为了传福音。 因为这卷书最后说, 写这些事是为了让你们相信。 相信有永生。 没错, 约翰福音最后确实是这样讲, 但是他们误解了这句话的意思, 因为在约翰福音中所说的相信, 都是现在进行式的磁态。 不是只相信一次, 而是持续相信。 约翰福音的重点在于持续相信。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持续相信的人, 现在进行式的磁态。 一切正相信的人, 就像一切在呼吸的人一样, 指的是持续做一件事。 整卷书中的相信都是这种磁态。 约翰福音最后说, 耶稣的言行若是一一写出来, 世界也容不下。 写下这些事, 是为了要让你们持续相信 耶稣是神的儿子。 借着持续相信, 可以奉他的名持续得永生。 很可惜的是, 现在有很多圣经译本, 并没有译出现在进行式的磁态。 各位回去看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持续相信他的人不致灭亡, 反持续得着永生。 去问问懂希腊文的人, 他们就会告诉你, 希腊人文是这样写的。 换句话说, 约翰福音的写作目的不是要叫人信主, 而是要叫信徒要持续相信。 难怪约翰福音中没有提到悔改和受洗, 因为作者认定读者都已经悔改受洗, 就劝他们要持守信仰。 所以约翰福音没有提到悔改, 但这并不表示不必悔改。 他不认为有必要再提, 但是他说要持续相信, 是因为他写这卷书的时候, 他所居住的以夫所, 有一个教导异端的人, 叫做瑟琳福斯, 他的教导都在毁谤耶稣, 这些不好的教导进到教会。 所以约翰为信徒写这卷福音书, 要劝他们持续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持续相信非常的重要。 持续相信才能得救, 这我们以后还会再详谈。 所以这种白白恩典的教导, 看清悔改, 认为没有必要, 这是看清信心, 这是看清洗礼, 更是看清圣灵。 只说恩典是白白得来的, 只要相信一次, 这就够了。 之后犯的罪都一笔勾销, 全都勾销了。 你能想象结果会怎么样吗? 我可以告诉你, 这种白白恩典的教导, 已经败坏了很多南非的教会。 我问当地的一些牧师, 这个教导对基督徒生命的影响, 他们的回答都是一样的, 就是离婚和再婚的人增加了很多。 是不是很有意思? 因为即使离婚是不对的, 但这个罪事先就被赦免了。 不管你现在的生活方式怎么样, 这是对恩典的错误教导所结出的果子。 各位, 这一讲的时间要到了, 但是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 我相信我们是靠恩典得救。 我很喜欢恩典这个词, 恩典是慷慨的, 是给人的, 是人不配得到的。 我们白白得到恩典, 因为基督已经付了代价, 但不代表人什么都不必做。 上帝要我们悔改, 相信, 受洗, 被圣灵充满。 有一些事是我们需要做的, 我们才能够领受这恩典。 基督徒有两种错误的恩典观念, 一种是不可抗拒的恩典, 把恩典看成是一种强迫。 上帝强迫你做基督徒, 上帝强迫你继续做基督徒, 上帝强迫你走完基督徒的道路。 各位, 我一点也不相信这种观点。 对恩典的第二种错误看法是, 白白的恩典。 说, 不用悔改就能得到这恩典, 不用受洗, 什么都不用做, 只要心里相信就可以了, 不必有什么行动, 不必有信心的行动, 只要相信就够了, 不但过去的罪能够得到赦免, 未来的罪也能得到赦免, 所以你得救了, 拿到了去天上的门票。 Amen。 我相信的是圣经讲的那种得救的恩典, 不是不可抗拒的恩典, 或者是有借口可以继续犯罪。 但是恩典, 赞美主的恩典, 赞美耶稣的恩典, 赞美圣灵的恩典, 祂是恩典的灵, 这全是慷慨的上帝, 乐意付出的上帝所给的。 要留在得救的恩典中, 照圣经的方式使用这恩典, 来传福音给每一个人。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 我把今天说的话全交在你手中, 若我说错了什么话, 求你让大家忘记那些话, 以免带来害处。 如果我说对了, 求圣灵在心中给我们印证, 好叫我们不是因为讲员这样说才相信, 单单因为这是你的真理。 我将一切荣耀和赞美归给你, 荣耀赞美单单属你, 奉耶稣圣民祷告。 Amen。 在 silence1个月, 夜归为主练的心灵 AM City,